明星期三、星期四 立法會便會辯論 由政府提出一地兩點無約束力的動議 大家都知道這個動議由政府提出只需要一半以上的議員舉手通過 雖然 通過是機無懸念 百分之一百 除非建制派的人就全部開小差拜拜出去喝酒 或者出去看電視賽馬 有些人就會問無約束力的動議為什麼要提出來 政府這個就向阿爺表忠 政府說在我所謂三步走之前 特區政府要向政府尋求一個議案 提出一個方案出來 然後人大常委通過這個方案 然後本地立法之前 就要向阿爺說 一地兩點 受這個立法會這個民意機關是支持通過的 其實大家這個我覺得是好自己欺人的 因為立法會呢今天這個殘決不存卷 立法會呢 是 有六個民主派議員被DQ這個不在話下 少了六個人 而且呢 即使齊全都好功能組別呢 有好多的議席就是 零票當選 或者是極少數的小圈子選舉產生 有沒有代表性呢 不要就睜大眼說謊 不過呢就為了要造勢呢 有些官員就 譬如 其中一個主責官員就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是李家超不是比家超 但是我覺得他個癮的地方就比比家超還要得意 有時呢 訪問呢做做下呢 就不知道是不是有些 忘了我是誰呢 提出來 的回應呢 都就是 我覺得看比家超那麼搞笑 李家超接受經濟學日報的訪問 他是這樣說的 他是為了讓市民安心搭高鐵呢 現在就爭取緊對口單位 同對口單位 達成 協議 什麼協議呢 給市民在西九站的內地口岸區 即是割了出去的那部份 或者租了出去的那部份 仍然可以打999 這是第一個笑話 好吧 第一個笑話就是 我打999 求助 都要跟 內地的對口單位 有關對口單位要達成協議 要跟他簽約 麻煩你啦 給香港市民在那裏打999 求助啦 這個地方香港的大哥 你無緣無故逃出去 變成不是香港 很荒謬的 你覺得好像有些 時空挫亂的感覺 於是在那裏打999 都要跟 大陸的單位達成協議 然後 另一個笑話就是 並由接線生 轉到內地部門 就是說 你打999 最後可能要講普通話的 OK 你說你被人打劫 在這裏被人推了下路軌 應該會推不到的 不像輕鐵那樣 應該有幕場 總之受傷病 要叫白車 或者之類的 要打9求助 就要跟內地的單位達成協議 政府達成協議之後 可能你這條線 轉到大陸的部門 你有沒有覺得 感覺好像收到行騙電話 是吧 從順風速速遞 香港入境處 或者不知哪家銀行 轉到上海 浦東 這個公安派出所 那種感覺 你是不是覺得 極度荒謬呢 他同時研究 由高鐵營運商 聘請退休的執法人員 做應變小組 在內地口岸區協助 港人處理簡單的求助 或者糾紛 這個真的是 隨虎放屁 即是說 我們的警察 不能夠在那裏執法 因為這是內地的地方 大陸的公安 就可以在那裏執法 我們又怕香港的乘客 對於大陸公安的執法 是不是很習慣 真的不習慣 於是就聘請 香港的 退休的 這個執法人員 香港退休的警察 就在這個口岸區那裏 協助排難解分 你想想那個情景 不單止 有人問了 最關心的 不知為什麼大家很關心 在內地這個口岸區 可不可以用香港的網絡 上Facebook 李家超就說 口岸區使用內地的法律 供應商提供的服務 要符合當地的法律 即是內地的法律 當地即是內地 內地即是當地 大家記住 如果不影響法律的適用性 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 你放心 你不用擔心 你想想 那個人叫什麼 何君堯 去到北京 他都可以用 在北京做Facebook live 你想想他有什麼辦法 當然有很多辦法 因為北京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高級的會所 是有字外發權的 是可以上到香港的網絡 又或者有一個說法 就說你只要 買 中資的網絡商的 SIM卡 即是兩地的卡 中港兩地的 電信的卡 電話卡就可以上到Facebook 不用翻牆的 這樣 可以的 沒問題的 不是黃恩大社 你當 很簡單 當西九 是這個 內地口岸區 不是何君堯 那個北京 蔡馬會會所 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香港人是實用主義的 是吧 幾荒謬都沒有問題 只要方便我 是吧 就可以了 這樣 你看得到 我聽完 李家超局長的說法 我只有兩個字 很荒謬的感覺 有一點 卡夫卡的小說的味道 沒有就最荒謬 只有更荒謬 內地又不是香港 香港又不是內地 我都說到亂殺龍 香港的 西九 又是內地 又打九九九 就要 尋求對方的 內地的對口單位的協議 然後打完九九九之後呢 接片生又會接到去這個 內地的執法部門 然後就在 這個香港口岸區 覺得出來的地方 內地口岸區 我都亂殺龍 覺得出來的地方 就找退休的香港的 執法人員 警察在那裏 做這個 和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成效 做一些 簡單的 求助或者糾紛的處理 現在 這個 就是 我們 西九 一地兩檢 或者叫割地兩檢 兩檢面對那種 荒謬的現實 那種 時空錯亂的荒謬現實 大家習慣 這個是 新常態 接下來還有很多這些新常態 我們必須面對 但是 如果我們慣低一樣 又慣第二樣又慣第三樣的話 整個香港就會慣低了 日子 原來去年10月開始 這個channel 深夕口快 這個channel就已經是放了上youtube上面 到現在呢不經不覺 一年 一周年 我在這裏就 衷心感謝我們各位的 觀眾聽眾對我的支持 就大概三個月之前 我在這裏呼籲大家 有個月定的計劃啊用實質支持我 反應是 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呢就是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 本來是香港人 不過就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呢其實都仍然是深深系香港 他們在海外都是 好支持我 亦都是恆常地去上去這個channel那裏 看 我對香港的一些時事的分析 當然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是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呢 有很多方法 就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這個是我的blog來的 你去到呢 最好用一個網絡版就看到 用PayPal的月定的方法 你說我不想月定我想一次過 你用PayPal 是可以 一次過這樣 通過這個PayPal去 支持我 這個方法 亦都可以 另外當然你都可以入我的銀行戶口 把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銀行戶口 我都是相當歡迎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呢 你可以通過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的 就是 寫滑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一年了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深藉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香港的形勢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 惡劣的 我是 盡我少許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留在香港的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是 有一個不同的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一點 然後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請大家 今天 請大家 請大家